大家好 我是纠结基诺智慧大讲堂的常晓荣教授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 您知道产后的最佳飞幅期吗 产后的最佳飞幅的时期 大概分为三个时期 一个是黄金期 一个是理想期 再就是有效期 而各个期的生理特点和飞幅的主要方法呢 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一黄金期 黄金期的这个时间阶段是 产后的42天到6个月内 属于产后飞幅的黄金期 这个时候产后的身体最为脆弱 各项的身体指标 均处于一种严重的失衡的状态 如果在这段时间内 我们气血得不到及时的飞幅 那么长流在体内的淤血毒素 就无法的有效清除 那么就很容易拖延恶化 成为各种疾病的根源 我们说女人以血为本 以气为用 而分娩是一种剧烈的生理过程 大量的出血和剧烈的疼痛 往往会损伤人体的气血 那么从中医学的角度而言呢 产后元气大伤 阴血皱亏 百脉空虚 而又多瘀血 故有产后多虚多瘀的特点 而爱灸呢 作为一种古老的外治疗法 它具有什么作用呢 温通经诺 补仪气血 活血化瘀 善寒除食 而且这个时期 大部分母亲都在哺乳 所以你给她吃药呢 肯定会对宝宝不利 所以爱灸是咱们产妇产后的不二之选